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过慈祭环保站里的阿公阿嬷 每天辛苦地整理塑胶袋吗 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剪刀 把有颜色和无色透明的部分分开来 还要剪掉标签与胶袋等杂质 这样费事才能产出品质好再生塑胶料 或许有人认为何必这么麻烦做回收 把他们通通送焚化炉燃烧发电 不就好了吗 但问题没有这么单纯 关于垃圾焚化发电 猜猜看以下何者是错的 1.垃圾要先翻搅混搬 2.需送入过量的空气 3.加热锅炉产生蒸汽发电 4.发电效率可达40% 答案是4.发电效率可达40% 你答对了吗 焚化炉烧的垃圾砸七杂八 有的好烧有的不好烧 因此必须翻搅混搬均匀 送入过量的空气 以减少不完全燃烧 而烧出污染的情形 结果送入的过量冷空气 吸收的部分 也可用来加热锅炉 以产生蒸汽 推动污人机发电的热量 因此发电效率差 即使是先进焚化炉 发电效率也只有25%到35% 而老旧的燃煤火力发电机组相当 老旧焚化炉的效率更只有5%到20% 也就是把塑料袋丢到焚化炉烧掉 所释出的热子顶多只有三分之一 可以转成电力 而且烧掉后 必须从开产石油开始 再去生产PE料制作塑料袋 后面这过程所投入的能量 我们称为体现磷 是PE热子的2.4倍左右 比塑胶袋焚化回收的热能 还多了2.1倍的PE热子 相对的 回收塑胶袋来生产PE再生料 虽然要投入能量 但也只是PE热子的1到1.3倍左右 因此资源回收 还是比垃圾焚化发电更节能减碳 当然从源头减量 不用塑胶袋 即节省宝贵的石油 又不耗能做回收 零碳又零垃圾 是最环保的行为 下次买东西 别忘了自备购物袋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